我们课本里面不断的说C0语言 然后C0语言的编励器 那我们是把C0语言有时做在CH12 CH12这一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做 我应该直接把它清掉 那这样子其实就应该执行党都清掉 那如果你刚刚有去换Dev C++的话 而且入境有色的话 那你再配可一次 它就会整个所有专案都减困 那减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使用这个鞋的编译器 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那像我们可以在里面看到C0的档案 我们看到Vault,Square,Vault,Test 这都是C0的档案 那C0的档案像这个Test.C0 它就是做从0加到10的动作 所以应该结果会是55 那我们就来试一次 就是如果我今天用自己写的编译器 自己写的编译器叫什么名字 你看一下 叫C0C 它们叫GCC 那我们是C0的编译器 所谓CC的意思就是C档拍的 GCC就是GNU C档拍的 那因为我们是C0的编译器 所以叫C0C 所以我就用C0C去编译 编译谁呢? 刚刚这个Test.C0 OK 编译到哪里呢? 就是我输出是组合员 所以我就输出Test.C0 当我这样子去执行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执行过程 它先把整个Test.C0 就是这一个程式呢 抓进来之后 分解成一个一个的Token 你知道上等于0 跟上等于0 然后分号分号 然后for括号 pi等于0 就分成这样一个一个的Token 分完之后呢 OK 到这边 分完 分完 接下来开始做 剖析的动作 剖析的动作呢 它从最高层的Program开始 Pas EROG开始 然后一路地围下降 变成Pas Baselift Pas Bas 然后一路下降 然后Bas有很多个 然后就一路剖析 那你会看到它整个剖析数 通通都方便印在这里 整个剖析数完整的 通通都印在这里 那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有加的 这个都是非终端节点 也就是它会在展开的 上面没有加的 这个都是终端节点 就是它只比对到一个 基本的Token 那比对到基本的Token 它会告诉你 它是递竟的Token 然后呢 它的形态是IP 还是符号 还是数字 然后这里有一个Type 那这个 这个就是扫描器 扫完的这个结果 就是这个 Type等于什么 Token等于什么 Type等于什么 的Type 然后呢 当它做 摩西的时候 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 到最后中端节点的时候呢 就结束 然后再往回走 好 那是用地围的方式写的 所以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Base List 就是一堆的Base Base 1 Base 2 然后呢 再来呢 Base 3 Base 3 然后就这样 Base List 然后又地围 Base地围下去呢 就变成什么 Statement Statement地围下去 就变成ID等于ESP OK 这样子 做 那做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 我们有了国系数 我们接下来产生中间码 所以它就产生一个中间码 长这个样子 叫Pcode 那Pcode 它就写说 等于0上 等于0i 这个中间码 跟我们CPU0的组合员 有点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 它把目标 就是写入的那个转格计 我们CPU0的组合员 是放最前面 还是放最后面 但其实它也可以放前面 只是 只是中间码 我们看到了 人家的写法 都是放后面 我们就可以放后面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中间码 输出之后呢 我们每一个指令 就再度被 被阻溢出来 变 转换成CPU0的组合员 所以像这样子 这个 等于0上呢 就被转换成 载入0到R1 再把R1 存到3 就是就完成了等于0上 这样的功能 那等于0i 那就载入0到R1 再把R1存到i 就完成了等于0 这样的功能 接下来 CMDi 你看 它这里有过0 这里就输出过0 CM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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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先把i载入到R1 把10载入到R2 然后再比较R1跟R2 OK 然后比较完之后 再看到这个J大匀 然后把J大匀 改成JGT 去跳 接下来呢 你看到 加上iT0 代表说 我要把上跟i 加起来放到T0 那于是呢 要做的做法是 先把上载入到R1 把i载入到R2 然后呢 把R1和R2加起来放到R3 最后把R3存为T0 一个使命 变成四个动作 那同样的 等于T0上呢 会变成两个动作 先把上 等于T0上 先把T0载入到R1 再把R1存为上 所以等于T0上 会变成两个动作 那在这里 加i1i 就是i等i加1 会变成几个动作呢 i等i加1 你可以看到 刚刚这里是等于T0上 先把i载入到R1 把e载入到R2 然后呢 把R1和R2加起来都到R3 最后把R3存为T0 OK 所以是四个指令 一个指令 变成四个指令 我们所写的是完全没有最佳化功能的版本 因为这样最简单 但是可以执行 所以我们看到 OK 我们这样翻译 最后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J F1 J就是Jump 跳跃到F40 那我们一样用一个指令 就完成Jump Fall 那最后有一个R1 T上 R1T上这个指令 就要翻译成两个 因为它传为只是SAM 所以我要先把SAM 载入到R1 我们规定 所有的传为值都用R1 这一个暂存器来的传为值 OK 所以呢 它就先载入到R1 之后呢 执行R1T指令 就反复到上一层 那因为没有上一层 所以就结束了 好 那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每一个步骤都独立出来 在这个做法里面 我们把扫描 火烯 然后呢 中间码 然后组合圆 每一个步骤都独立出来 也请独立出来 这会让各位看得比较清楚 OK 那这样子做 其实大致上就已经做完了 这个编译器所应该做的工作 但是只有编译器是不能动 对 我们编译器编完之后是组合圆 也就是输出了这一个 这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 因为刚刚我组一 编译之后它有更新 所以就是这个档案 我输出这个档案之后呢 我还需要做什么 就是 集中考之前的那部分再拿出来 对 集中考之前那部分 再拿出来 我再用AS0去组一这个test.asmb 把它组一到test.obj0 OK 这样子会输出目的档 这个就是那一种 这个程式的目的档 你们觉得比较长一点点 但是事实上 还是差不多了 好 那 输出完之后呢 还没完 因为我要执行它 对 所以执行它的时候 我们就用VM0 虚拟机 虚拟机是下一张的内容 我会讲VM0怎么写 那我们用VM0去执行这个虚拟 这一个目的档 所以用VM0执行test.obj0 然后执行的 当然它过程很长 对 因为它的回圈至少要回十次 而且这个指定又特别多 所以过程就很长 那过程很长 你可以看到它一路加 加到45 加到55 OK 然后就结束跳出来 一加到10-55 跳出来 那最后呢 这个R34-11 R24-50 R1-55 55就是这个上的结果 那 你执行完 你就看到OK 那应该没错 因为最后 最后上的结果 上的结果 我们释放在R1里面 OK 上的结果 我们释放在R1里面 所以应该没错 那这样子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过程 整个系统程式的过程 系统是从编译器 然后编译完变成组合员 这样组一器 组一完变成目的档 再把目的档的用虚拟机 执行一次 好处它应该往内容 就结束 那这就是我们这选习 大概所诱到的所有工具 OK 那真正实作的部分 就是GCC OK 好 各位请你也去试一次 自己用C0C 从头开始 然后编译、主义、执行 做完一遍 试试看 好 这做完一遍 对你来讲 是有帮助的 因为你学着整本 整门课其实目的就是要理解这些工具的设计 可以做完一遍 我们再来讲解这个编译器是怎么写的 我们直接把编译器的程式出来看 谢谢 谢谢 谢谢